永远永远爱你 Love you forever 以前以前很久以前 一场暴风雨过后 慈母龙妈妈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蛋 真可怜 要是被可怕的霸王龙看见 肯定会被吃掉的 心底善良的慈母龙妈妈把蛋带回了家 她温柔地抚摸着捡来的蛋 就像对待自己的宝宝一样 早早的健康的快点出生吧 慈母龙妈妈每天这么说着 把两个蛋小心地拥在怀里 过了几天 慈母龙妈妈摘了红果子回到家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宝宝出生了 没想到 从那个捡来的蛋里 跳出来的是可怕的霸王龙宝宝 慈母龙妈妈开始发愁了 要是这孩子将来 转身离开 心里一阵一阵一阵地痛 听到宝宝的哭声 慈母龙妈妈再也忍不住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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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宝贝 我再也不会丢下你 她跑回去 一边哭 一边抱起宝宝 回家去了 那是一个很安静 很安静的夜晚 妈妈对两个宝宝一样的疼爱 给他们取了寄托着自己心愿的名字 她对慈母龙宝宝说 你笑咪咪的 很开朗 就叫光泰吧 妈妈又对霸王龙宝宝说 你强壮又有力 我希望你心地善良 就叫梁泰吧 光泰和梁泰吃着红果子一天天长大 他们俩非常要好 就像所有的亲兄弟一样 一天 光泰遇见了甲龙叔叔 他回家以后问妈妈 妈妈 甲龙叔叔叔 巴王龙 爪子尖利 牙齿尖尖 皮肤咯咯咯咯咯 有点像梁泰呢 妈妈板起脸很生气 光泰 你说什么呀 梁泰是你的哥哥 你不要胡说 说完 说完 妈妈把两个宝宝紧紧地搂进怀里 对不起 梁泰 几年过去了 光泰和梁泰长得跟妈妈一样高了 我今天要多摘一些红果子 让妈妈和光泰高兴高兴 现在摘红果子是梁泰的工作了 梁泰兴高采烈地朝着树林走去 突然 从岩石后面 一只霸王龙恶狠狠地向梁泰猛扑过来 看到梁泰 怎么跟我一样 是霸王龙啊 刚才明明闻到好吃个瓷蒙的味道啊 大王龙很失望 梁泰想 蜂利的爪子 尖尖的牙齿 隔个大大的皮肤 他会不会是大王龙啊 梁泰小心翼翼地问 叔叔叔 你是谁呀 你问我是谁 说什么呢 我跟你一样啊 梁泰松了一口气 这样啊 太好了 这个叔叔不是霸王龙 是和我一样的慈母龙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正要去弄些好吃的东西 梁泰兮兮地回答 心里想的是好多好多的红果子 是吗 嘿嘿嘿 我也要去弄些好吃的 霸王龙孤独一声 心里想的可是美味的慈母龙 哈哈 原来这个叔叔也要去蘸红果子呀 等我来吧 我带你去吃好东西 嘿嘿嘿 梁泰跟着霸王龙 走呀走呀 越过山岗 穿过峡谷 来到了一片树林 霸王龙停下来 很伤心地说 几年前一场暴风雨后 我在这里丢了自己的蛋宝宝 梁泰没在意 喂 叔叔这里有好多红果子 那多难吃啊 穿过森林 有好吃的慈母龙 正等着我们呢 嘿嘿嘿 难道你 你是霸王龙 嘿嘿 我不是说过 我跟你一样吗 当然是霸王龙啊 我 我 我不是慈母龙吗 别说傻话了 锋利的爪子 尖尖的牙齿 咯咯嘚嘚嘚的皮肤 你就是霸王龙啊 胡说 你胡说 我不是霸王龙 我绝对不是 我胡说 你好好看看自己的样子 跟我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我亲生的孩子 不对 不对 我是曲母龙 不是霸王龙 梁泰发怒了 他的眼睛竖了起来 霸王龙按着梁泰说 好好看看 你的爪子 牙齿 皮肤 都跟我一模一样 你就是霸王龙 他们纠缠在一起的胳膊和爪子 确实是一模一样 咯咯哒哒的 尖尖的 不对 不是霸王龙 梁泰推开霸王龙 哭着跑了 眼泪 不速不速的 往下掉 他拼命 朝妈妈的方向 跑去 慈母龙妈妈听到了哭声 呃 是梁泰回来了 怎么那个样子呀 看起来好可怕 妈妈用力地抱住他 梁泰流着眼泪 吸着鼻子说 妈妈 我是霸王龙吗 我不是你的孩子吗 你是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梁泰呀 梁泰眨巴眨巴眼睛 太好了妈妈 我就是你的宝贝 一回头 只见霸王龙一脸凶向 正朝他们走过来 梁泰跑向霸王龙 梁泰 你去哪儿 我去摘好多好多红果子 梁泰吼叫着 向霸王龙冲了过去 我是梁泰 慈母龙梁泰 说完他的眼泪涌了出来 霸王龙 霸王龙 让梁泰咬着 呆呆地一动不动 梁泰瞥了一眼霸王龙 见霸王龙也流下了眼泪 不由地松开了嘴 这个叔叔会不会是我的 从此 梁泰再也没有回到妈妈 和光泰身边 每天 妈妈永远爱你 妈妈把一颗红果子 慢慢地放进了嘴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到了 你会让我 我看不过